32个版本,历经3年5个月的审议,今天我们看到副院长洛锤,我相信这是落实我们的国家愿意朝向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的路上迈进,是非常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将来我们对于儿童少年,无论在于他的社会的参与权,表艺权,游戏权,教育的平等权,人格的发展权,就业环境的保障,以及他的健康权力,我们都愿意用设定的最低的一个限度的保障,权力以赴,真的是非常可喜可贺。 在此除了特别感谢我们院长副院长居中则冲,而朝野两党能够捐弃几件,能够多多的聆听了很多的专业意见,包括台少门跟刚才几位委员谈过的媒体相关的这些单位呢,他们的专业意见使我们本法的修正呢,能够朝向回应社会重大的一些呼吁, 比如说甲敬文调侃,我们对于对争送事件之中,孩子们他们的隐私,他们的资讯如何的保护,对于不能没有你这个电影后面发人申请的这个身份权益,国际化之后的冲击, 尤其是对于高风险,包括弱势学生,包括这个建教合作生,中措生,他们应该有的照顾, 尤其是配套将教育文化委员会通过的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对于居家托育,课后照顾,建教生的合理保护,品质上面做了一个比较周延的这个保护呢,我们觉得是个进步的立法,也特别的感激, 当然我们也知道法律就如同旅行,永远要为明天做准备,所以我们知道本法之通过,一定还有不周之处, 国民党作为负责任的执政党,愿意用最开放的心胸跟所有的团体以及朝野同仁一起努力继续